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各位好朋友 我是陶渊县原住民行政局局长林成荣 在陶渊县副县长的爱宜祥和以及我们企业陪伴的政策之下 我们陶渊县原住民行政局各位同仁都非常努力让我们的企业能够在手工艺上跟包装上跟行销上面有能够突破而且有更好的竞争力 我们特别开办了一个所谓企业形象跟企业陪伴的这一个工作 所有的产品都非常的好 希望我们所有的游客跟所有的购买者能够安心地到我们这边来购买 谢谢 101年陶渊县原住民企业陪伴计划 辅导职企业商家总计20家 其中餐饮业4家 服饰精品业1家 美容美法业2家 补教汽车修理业及其他行业5家 手工艺品业8家 大家好我是老外达赖 我是来自台东的阿梅族 我们经营的是达禄岸原住民主题餐厅 我们餐厅的食材比较特别 很多都来自台东花莲 一些属于原住民的比较常使用的一些很特别的菜肴 所以说每个朋友一定都可以接受的 而且都是非常特别的口味 不管是小吃或者宴会 我们都有不同的搭配 如果有特别的日子或者是过生日等等 我们也会有歌手舞者特别的为你庆生 甚至会带动全场的氛围 希望大家同时都可以看到原住民非常热情的部分 欢迎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来自花莲的阿美族 我姓柯明忠义 那我餐厅的名字叫香茅城泰式料理餐厅 我本身非常喜欢异果料理 尤其是对泰式料理不分 我非常永难忘回那个酸酸辣辣的感觉 非常有沙滩的感觉 阳光的感觉 就因为这样的感觉 我想要带回到我们台湾 让我们台湾的消费者能够感受到那种幸福 南洋阳光的感觉 非常期待消费者来品尝我们亲自研发的独特料理 我是北南族 我来自台东县北南乡泰安村 我姓黄 黄湘安 现在目前进行竹岩咖啡馆 营业的项目呢 主要是经营西餐的部分排餐 例如牛小排 非力牛排 鸡排跟猪脚 是一套系列的一个排餐的方式 我们的餐大部分是自己亲自烹调 这个烹饪的方法大部分都是诉求 用最简单的方法 极限食材的原汁盐味 包括咖啡豆的部分 都是我本人亲自烹焙 所以它的新鲜度是非常好的 卵油什么硬汁 这是我们北南族的话 实说非常欢迎你们来 谢谢 米虎咪桑 我的名字叫做乌鲤 然后早餐店的主要商品有 汉堡 吐司 抓饼 还有咖啡 豆浆 那最有特色的早餐就是紫米饭团 因为紫米饭团这种东西 一般都比较少看得到 所以我想做一些有特色的早餐 希望大家可以来 我火力宝宝这边来吃早餐 然后沟改我是打雾竹的新鲜的瓦蛋 我开Sonia进屋服饰店已经六年了 其实我开这一间店我很开心 因为我蛮喜欢服饰这个行业的 我也很有成就 店里的客人会喜欢我们家的东西 我们家的东西 其实穿出去外面就真的跟人家不一样 而且真的就很有那种style 然后人家看了就觉得 哇 这个女孩子怎么那么会穿衣服 所以当客人来我们店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蛮有成就感的 因为我发现我让一个客人很开心的 把自己的 把自己呈现给人家看的时候是一个赞 我是Avac Spa的店长 我是戴云 Avac Spa是我的店名 那么Avac的意思 它在英文是Wiz的含义 那在我来解读的话 我是告诉大家 它是缘分相聚的开始 Avac Spa来说的话 我们所使用的品牌 是来自美国的Avada Avada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天然有机的一个商品 所谓的天然来说 它是来自大地的能量 花朵 还有就是植物的一个芳香能量 当你走进我们店里的时候 其实你都可以微微地闻到这种芳香的氛围 那它带给我们就是身心书版的感受 欢迎大家来帮自己预约一趟 身心放松的芳香能量之旅 位于大虚镇的原样艺文创意工作室 专业经营美容美发与新娘秘书服务 负责人钟举香老师 一层寻获过全国美容美发总工会 模范荣誉奖等殊荣 消费者在老师的巧手之下 皆能带着幻蓝异性的外貌与心情 走出工作室 你好 大家好 我是苏贞 位于平正市的幼泉助心算梅语补习班 教学间经营的是两位阿美族的张识姐妹 主要教学内容包含梅语 助心算等课程 是一间经政府立案并安检合格的补习班 补习班除了置办的检测之外 会定时带着学生参加县内及全国性的检测与竞赛 猫头音乐器社位于桃园市区内 负责人书琴花小姐 本身也是为音乐爱好者 店内除了各式乐器销售及维修保养外 还提供乐器教学 音乐书籍销售 舞台灯光音响出租等 若您想要接触音乐 不妨力临猫头音乐器社 热情的苏老师绝对让你不需此行 来哦 大家好 我是杨真君 我是阿美族泰巴朗的人 位于国道商号大西交流道附近的 强述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轮胎旅圈的保修与贩售 汽车底盘保修与改装 电脑四轮地位 负责人杨真君先生 秉持着只要客户有需求 务必服务到底的精神 获得了许多消费者与合作厂商的肯定 马里马里 大家好 我是田德辉 位于大西岐顶的宜乐汽车保养厂 是由拥有汽车维修二级技工执照的 田德辉先生厂令 本店提供汽车保养 各式机械修护 零售 二手车贩售等服务 本店的汽车维修或购买机械 皆为透明化作业 让客户可以安心消费 陈桂龙先生经营的 伊万德福工艺裁券行 不仅销售工艺裁券 同时在本县多处地方 装设24小时RO逆渗透加水站 提供民众优质且便利的银水品质 你好 这是这里的观看 我是来自花莲县光复乡 泰巴朗部落陶渊县原住民 文化创意工坊的负责人 我们主要的商品特色为 十四族的风琴娃娃 也有做客制化的伴手礼制作 希望有兴趣的人 可以打电话到我们本工坊 本工坊也有做 各个老师的一个联合交协 在大德二阶的创意文化工坊 那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来到我们工坊来这里做报名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泰亚伊纳原住民工作坊的负责人 我叫梁秀娟 泰亚伊纳原住民工坊负责人 梁秀娟老师的作品 屡屡在各项比赛中候奖 98年度更获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 班正的第二届原住民工艺师忍证 梁老师作品包含织布 软桃 串珠等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纯手工制作的原住民精品娃娃 以及许多将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作品 大家好 我是原梦工坊的负责人 我是高原梦 原梦手足工坊 创办人高原梦老师 拥有亚太手工艺协会 和日本手艺普及协会讲师资格 从事拼布教学长达十多年 是一位富有经验 创意构思的拼布达人 几年度更将乌来温泉水 与纯天然植物原料 结合研发了各式温泉相照 与言风蓝工坊的白亦兰老师 设计灵感来自于阿美族老人的物坛 和对部族的理解 不论传统服饰 改良服饰 情人带 各式包包 都可见阿美族文化隐含其中 因此深受大众喜爱 我的名字叫刘秀兰 我的工作室的名称叫兰慧工作坊 兰慧工坊的刘秀兰老师 以咸丰草 大清等天然植物 作为染料 并与丝 棉 麻等材质结合 作品包括服饰 围巾 包包 记事本 家饰品等商品各局特赦 你好 我是高明德 我是阿美族 我叫欧诺 我们目前在桃园成立一个 原住民工作室 做一个传承文化的一个工作 采样原封艺品工作坊的高明德老师 擅长使用软桃素材创作产品 其产品曾经融合过 2009年台北市与2010年桃园县 原住民精品十大伴手礼等奖项 近年来参与国内外展览活动 备受瞩目 我的原住民名字叫雅韵 国语名字叫前江立珠 我是头角原住民文化艺术工作室的负责人 头角原住民文化艺术工作室的前江立珠老师 为发扬原住民手工艺 积极从事各项创作 作品包含 琉璃串珠 环保餐具袋 手机吊饰 圆明包等 尤其是赛德克巴莱字样的串珠项链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大家好 我叫张珍光 夏特教 我叫胡树花 萨佑 萨佑一品方为张珍光先生与胡树花老师 夫妻共同经营 作品泰雅织布背心组合包 荣厚过2010年桃园县原住民十大伴手礼奖 各项特色商品在桃园国际机场内贩售 是国内外旅客购买的热门商品 目前也投入环保清洁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 欢迎大家多多支持采购 桃园县原住民企业陪伴计划 研究20家原住民企业商家的需求 透过专案的辅导机制 提供全方位的陪伴服务 协助充实经营智能 优化经营体质 开拓行销通路 强化原住民企业商家市场竞争力 原住民企业商家欢迎您的到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